开着中国蓝白汽车环球自驾即将进入我们环球自驾的第十个国家约旦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二黑 我现在沙特阿拉伯 昨天刚从埃及回到沙特阿拉伯 我车这个地方 我们是从2024年的4月20号从中国出发 开始环球自驾经过吉尔吉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普库曼斯坦 伊朗 迪拜沙特阿拉伯 埃及 但是我们现在即将要进入中东的约旦 在去往约旦之前 我在这分享一下我在埃及的五天的旅行 埃及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热情 但是处处是坑 一天不止踩三个坑五个坑 踩了七八个坑多少多 真的是防不胜防 就拿我们第一天 我第一天的视频来讲 刚开始到达埃及 一个小伙子打车 二百多块钱 二十多公里 然后和人民三十块钱 但是要知道这边工资一天就是三十块钱 我正常给他了 他说你是中国人 你是好人 中国人特别好 你特别善良 弄得我 他说不给我收钱 弄得我不好意思 我咱中国人 他对咱这么好 他肯定不能差人家事 最后我给他将近四百 给他翻倍了 给他四百以后呢 那个他说我带你去吃个好吃的 然后就去北地的一个餐厅去吃了 最后付了多少 付了两千九百八十六 和人民将近四百块钱 当时我觉得 怎么那么贵呢 心里有点不舒服 第二天他说 还要来送我们 送我们 我们说送吧 然后 就是早晨 把我们送到金字塔旁边 然后晚上再把我们接回来 来回的话 大概二十公里 正常大概二百多 本地的货币就够了 你猜他最后要多少 要三千 三千四百多人民币 要知道在本地 一个中国餐厅 请的服务员工资 一天只有130沙币 一天只有130爱币 这130爱币 相当于二十人民币 这是正常的 这还是给咱中国老板打工 一天一百三十 这算是高的了 要是说在本地 连一百都打不到 所以说是 当他给我要三千 爱帮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咋这么坑 我最后不能接受 他说 你最低给两千 所以我都总结一个结论 就是他前面给你撕好 到后期给你高个要钱 不止这一点 我们去坐骆驼 他刚开始说的是 一个小时 两百爱币 最后要多少 坐了十分钟 要两百以后 还要小费 再要一百 包括在机场 都说你是 拆镊子 我意思 直接拿着我的东西 就往前跑 往前跑呢 然后就是 意思要插队 我意思都不行 小费小费 不管是他给你插队 还是没插队成 都是要小费小费 就很奇葩 而且是正规的工作人员 包括在警区 然后他拿着警区的工作证 我和小姐正在拍照 他突然说 我给你两个拍个照 拍了一张照 小费小费 二百爱币 我就说 在埃及 真的是不过是坑 在埃及 不管是骆驼工作人员 还是警区的工作人员 还是出车工作人员 和卖东西的工作人员 或者是机场工作人员 都是一样的套路 先给你掏进火 最后呢 在高额的给你收取费用 或者说是可以要小费 今天我所拍的个视频 并不是抹黑爱及 就是想给咱们 中国人再来爱及旅行的朋友们 一定要切记 避免这种上当 就是尽可能的少给他们去沟通 少给他们去接触 不然的话 真的很容易去受骗 这也是我以我自己实际的经验 来分享给大家 刚才去超市里面买了点菜 因为进约旦 听说约旦的物价非常贵 买了点鸡蛋 买点蔬菜 辣椒 然后准备在沙特把油也加满 因为沙特的油毕竟是两块钱 在约旦将近和十块钱人民币 所以在沙特这边把油加满完 以后我们就直接进入到约旦 加了47升 55块钱 要是我约旦的话 47升 470块钱 现在已经到达了沙特的海关 前面就是约旦 就是那个房子 希望今天出沙特能够一切顺利 进约旦也能够一切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